今天AT港股推介是領展823 簡選原因是港股延續增持的局面 行指近一個月在19,200至20,300區間附近上落 策略上除了建議關注積優股外 穩健投資者亦可考慮低級收息股 作中長線投資部署 領展近日回調息率已達到5L水平 可考慮吸納 領展過去10年的派息年年大增 2013至2022年度 每基金單位分派的年複合增長率達到9% 即使在受到疫情影響的2020至2022財年 每基金單位分派仍分別增長6%、1%和5% 是少數能在逆境下增加派息的防堂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領展2023至2025年 每基金單位分派分別是3.176、3.342和3.465元 按年分別增長3.9%、5.2%和3.7% 受內本港疫情反覆 領展自6月起形成下降軌 股價由6月高位70.53 最多調整1.4%至上星期的60元附近 股息率達到5厘 領展的股息率在歷史上甚少超過5厘 走勢上,領展的股息率至上星期達到5厘之後 已經連續多日出現支持 進一步證明市場有資金留意他們的股息率水平 建議投資者在61元以下吸納,目標先是70元 大行比領展的平均目標價大約是83元 中線可以參考,跌穿3月的低位58.3就適宜止洩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,領展2023至2025年 預測股息率分別是5.2厘、5.5厘和5.7厘